大家好 那么台湾最近的这个 高雄罢免案结束以后 又有多起罢免案 包括这个叫什么 黄 黄结 清洁运动 这个罢免罢免黄结的这个联署已经突破了21000份了 截至今天 可能本周就会送到台湾中享会 这个黄结是谁呀 是时代力量的议员 时代力量 他表示尊重 他目前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做满 剩下的交给凤山选民决定 当年和这个 和那个国民党的这个韩国瑜说的是一样的 也是做好做满的 交给选民决定 那选民就决定吧 是不是 凤山有个罢结 黄结总部就是清洁运动嘛 公布的最新数据啊 这个罢免黄结的联署啊 联署书已经突破了21000份了啊 21000 那本周就会向中享会提出罢免案啊 如果这个罢免案啊 它是有第一关的 第一关过了以后啊 你可以提出罢免案 那就是说 21000份已经非常多了 看来这个民意啊 这个黄结啊 在这个民意下 可能也要 也要不行了啊 上了就21000份啊 那罢免案呢 这一旦提出啊 提出罢免案 有领衔人啊 提具能罢免的提书啊 并减负罢免理由书 接着由凤山这个街头 联署站 站点宣传 如果这个黄结也被罢免啊 我觉得这将是划时代的 台湾人你真是啊 你们真是划时代了啊 真是你 你真是全世界的这个民主啊 民主社会 都会以台湾人为傲 真的台湾人 你们真的 我告诉你啊 不光一个黄结 你看你们之前罢了 谁罢了那个 那个叫什么 这个韩国瑜 对吧 接下来是什么黄结 然后还有这个阿扁的儿子 陈志忠 你们呢 如果再进一步 把这个蔡英文也罢免了 他不还有四年吗 你让他刚上任就当下去 创造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全世界民主国家 以你们为傲 真的台湾人 真的 你们应该创造这个奇迹 让我们大陆人好好看看 民主社会的伟大 哎呀 那么台湾呢 这个黄结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从他们联署到现在 我都是秉持一贯的立场 就是非常尊重 然后我其实啊 都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 我认真做 然后做好做满 黄结强调今天质询呢 该问的问题 他还是会问 进到问证的本分 剩下的就交给凤山选民来做 那黄结啊 罢免会不会达到第三阶段的投票啊 现在第一阶段应该已经门槛过了啊 很快就会提起罢免 然后是第二阶段 到第三阶段就是正式罢免啊 投票 黄结表示啊 民意啊 其实我无法评估 我觉得我能做的 就是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 接下来啊 他们到底啊 可以冲到什么样的民意 就由选民做决定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选民呢 咱们应该给啊 给世界一个样板 是不是 你可以罢免这个在野党的 也可以罢免执政党的 是不是啊 把这个时代力量的每个党的 咱都罢一遍 时代力量也罢 然后后面什么民众党的 咱也罢一遍 国民党的也罢啊 最好把民进党也罢了 你如果不罢民进党的 我觉得你们台湾人呢 你们不公平 你们没有正义感 对不对 凭什么你就把这个在野党都罢了 对不对 台湾人应该显示出什么 显示出自己的民意 那肯定有一部分人喜欢这个这个 民进党就有讨厌的 那你得让这些讨厌民进党的这些人 他们的声音发出来 罢他 对不对 最好是谁上去就罢他 刚一上就罢他 不有个陈其迈吗 马上就高雄市长选举吗 上来 选完就罢他 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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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民主吗 不高兴就罢他 罢他 我觉得这个黄洁啊 台湾人应该把他干掉 干掉以后就是个指标任人物 对不对 绝对是指标 谁再敢小瞧民意 对不对 我们投票选总统 虽然我们失了 失败了 但是我们可以什么呀 我们可以就地干掉你当地的 当地的这个执政呢 执政者 你这个议员 干掉就干掉 对不对 虽然总数上投票 妈还得选这个蔡英文 对不对 看着就恶心民进党 但是你们这些小娄老 是不是也得老实一些 干掉你们 这是民主 对吧 就民主玩到最后 民做主 那我觉得这帮被干掉的 他们也没有话说 对不对 如果能像我说 能把蔡英文干掉 我觉得你们民 我真是 我给你们台湾人翘大拇指 你看我这么反台湾人 我给你翘大拇指 你们真正做到了 是不是 真正做到了民意 民做主 什么蔡英文 什么玩的是 什么玩 罢免他 对不对 罢免不了蔡英文 罢免民进党的 一定要把民进党的拉起来 你不能让这个政党 就在这逍遥自在 哎呀我们就胜了 我们就那 我们好伟大 那怎么能呢 这样的话 这个政党以后就 骑在你们台湾人脖子上了 这什么政党啊 这什么政党啊 罢免都不能罢免他吗 啊 还有这什么实在力量 这什么玩意啊 罢免他 我觉得这个罢免啊 真是做到了台湾人 讲的自由民主 咱们大陆人也看看啊 看看台湾的民主 玩到最后的结果 我觉得好啊 坏啊 只有台湾人自己知道 既然民做主了 咱就把这个主 把这个主啊 做到最后 对吧 你别选上四年 好像就老神在在 你四年不能把我怎么样 干不了 干不好就选下去 对不对 一天两天也不让他当 从头来选 不高兴选 民主社会嘛 咱们就做出 对不对 但是不要打起来啊 我觉得这个蓝营绿营啊 现在看着有股气 互相之间都要打起来了 不要打 不要打 对吧 实在忍不住了 就投 用投票方式 把对方死拽下来 对吧 你们这个蓝营啊 实际上人数也不少 我看了上次投票 也五百多万人呢 五百多万人呢 你们也是一种力量啊 怎么能就让这帮绿营的 让这帮什么实在力量 骑在你们脖子上拉屎啊 五百多万人 你们是小数目吗 你凭什么让他们 骑在你脖子上 虽然你们投 投这个总统 没选营 让蔡英文上去了 但是你们得发出 你们的声音呢 你们得产生 你们的影响力啊 对的 你不能这四年 你们就不吱声啊 你们要发出你们的影响力 发出你们的声音 对不对 我们还有五百多万人 是不同意民进党 不同意时代力量 对不对 你看看这时代力量 这民进党 把你们当成什么了 把你们当成没有的东西了 当成无了 不存在一样 根本不考虑你们的意见 不考虑你们意思 把你们追杀到底啊 你看看 韩国瑜 让人罢免的时候 就是在羞辱你们啊 羞辱你们这些 五百多万的蓝营的 直接在羞辱 赤裸裸的 把你们扒光了以后 晒在这个阳台上 游街势众 在世界上 在世界面前展览了 看看这台湾的蓝营 被我们绿营的打的 被我们台湾人 直接扒光了游街势众 你看看那个韩国瑜 下台的时候 那个尴尬的样子 你们应该做出反应 你们是蓝营的 你们也是有投票权的 既然选总统 咱们不行 选他们个地方议员 还不能把他们干下去吗 不能吗 让他们骑的 你拨上拉屎吗 把他们投下去 另外也让全世界看看 台湾是亚洲最自由 最民主的地方 对不对 我们总统都给你选下去 什么议员 你以为选是 选是几年四年 你就可以一直作为作福 不满意给你拉下来 先拿这个黄洁开刀 我觉得你们一定要把这个黄洁干掉 黄洁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样板 黄洁被什么 被祭祈 让这个黄洁成为祭祈 在这个台湾被祭祈 就成为一个标杆性的人物 像什么陈时中这个被拉下来 也是标杆上 你以前任总统儿子怎么样 照样我们不满意给你干掉 还想起个意 起个意在哪呢 对不对 干掉 然后蔡英文就会什么 蔡英文就会老实 蔡英文手里那些鹰犬 对不对 民进党那帮 那帮鹰犬 他就会扶你们 怕你们 你们这五百多万蓝营的 你们也是什么 也是有话语权的 绿营不敢期待你们 博弹拉屎 记住了 发动你身边的人 把这帮绿营的这帮什么 立委全部干掉 架空蔡英文 蔡英文手里没有兵 他什么都没有 明白吧 架空他们 什么几大天王那帮玩 有什么用啊 立委都给他们 直接给罢免了 这样叫 这样叫什么 这叫打游击战 结果 我说 没准你们这个兰英 反而能反败为胜了 一个一个把他们拉下马 让他们至少在台上 在座位上时候 也不能那么舒服 想干嘛干嘛 以为就没人罢免他了 对不对 兰英的 他这四年 你说老神再代四年 可就是 阿气你们 哄你们 恶心你们 不服啊 绝对是个人就不能服 凭什么 我们不是人吗 我们没有投标权吗 让他得相信 得相信 得相信什么 民意 自己都讲民意吗 让他认识到民意 我告诉你 绿营的人 你们也得支持这个事 为啥呢 民进党 你给他选到台上以后 他就会作威作福 他就会欺负你们 就会贪污腐败 你这样把绿营的这方立委 你拽下来 你跟着蓝营一起把他们拽下来 民进党的这个什么 民进党的老大就该着急了 他着急以后呢 自己就去管控手底那帮小小马仔 不要欺负老百姓 不要欺压人民 对不对 你欺压人民 我这些马仔都被干掉了 是不是 都贪污腐败 那我怎么办 我手底没马仔了 那怎么办 制约这些马仔 反而对你们绿营这些人啊 对你们这些老百姓有好处 我觉得这个一个地方老百姓啊 聪明程度在于他敢不敢 对这个绿营下手 绿营已经一家独大了 快成独裁的政府了 全是绿营的 你们台湾人能忍受吗 能吗 我觉得这不是民主 你们只要把这个绿营的这些立委 拽下来 给全世界看 对不对 我们台湾人是有意见的 别看你今天啊 选上去了 但是我们也是给你颜色看 让你们老实一下 后面给我们多多服务 我觉得这样对你们绿营没坏处 对不对 那后续我觉得这个陈志忠啊 什么黄杰呀 这些人啊 一个个都开刀 这是最好的 蓝绿一起 把这个台湾啊 台湾的自由民主 让全世界看